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79周年的日子 各地举行多种形式的活动 缅怀先烈 铭记历史 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 今天上午 在清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后代 青少年学生代表 大学生志愿者 在抗战老兵手印墙前 留下手掌印并签名 以此表达向先烈致敬 勿忘国耻 真爱和平的心愿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1100多幅历史照片 和2800多件珍贵文物 再现了中华儿女 英勇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光辉历程 重温抗战历史 更续红色血脉 在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 通化东北抗联文化馆 长治八路军太行纪念馆 人们参观展臣 缅怀革命先烈和不幸遇难的同胞 后执爱国情怀 在南昌新四军军部就职陈列馆 来自社会各界的群众 聆听先烈们英勇杀敌的抗战故事 汲取奋进力量 作为新时代青年 我们有义务更有责任 传承好发扬好伟大的抗战精神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连日来 全军各部队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广大官兵通过重温入党誓词 参观历史展馆 主题演讲等方式 缅怀抗战先烈 激发报国之志 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 我们一定继承和发扬 伟大抗战精神 以更加饱满的精神 更加昂扬的斗志 练兵备战 精武全能 坚决做到 能打战 打胜战